預算的整體過程是有些利益交換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會好奇的地方 大家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 政府卻沒有感覺 或是說預算困難 所以我沒辦法把這個預算都貼進去 到底出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最後的根源是 民眾對預算參與有非常迫切的需要 如果沒有一些參與式的過程的話 我們對這個預算還真的非常的放心 那這個是紐約的TV的網站 參與式預算在紐約市 那你就知道他們在一個像博覽會的樣子 跟大家介紹各種不同的預算 那我整理一下他講的 他講一個最主要的就是說 紐約市政府開始在示範一個新的民主的方式 那這個民主的方式呢 透過參與式預算 那這十幾個地區的軍民都可以直接決定 怎麼樣去花這個納稅的錢 那不是所有的紐約市的預算都可以花 但都可以由參與式預算來決定 那現在的階段大概有1400多萬美金 這是可以參與式預算的過程 大家一起來決定的 但是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1400多萬的美金其實已經是滿大於數目的 那這個參與的過程可以用到哪裡這樣 他有一個參與的過程 從2013年的9月到2014年的4月 然後整個這個參與的過程呢 大家交換意見 然後大家一起去想說 我們的idea怎麼把它落實到你一些計畫裡面去 然後最後在投票決定說這些 哪些計畫是可以得到資金 那有些計畫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 可能就被淘汰了 只有一個參與的過程這樣 所以參與式民主我簡單歸納就是說 它是一項參與式民主的具體行動 我想大家在審議式民主 對參與式民主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甚至說不定你們參加參與過太陽 學運等等你們都做過參與式民主 那參與式民主就是說 參與式民主你們知道 那參與式預算就是說 城市的公民來界定說 我們的預算應該投入的項目 那最後會有一個公共審議的過程 那這個審議呢 不是只有投票這麼簡單 還包括互相說服 互相交換意見 專家資訊推進等的這些過程 那最後才決定了這個 這個公共審議這樣 那台灣其實也很需要參與式預算 特別是我們需要公民監督 公民參與這些 扮演在其中這樣 所以參與式預算 我講結論就是說 我看到蠻多好的例子就是這樣 它能夠把預算資源導入公共服務 社會服務體系 你會把它用到確實是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導入一個浪費 導入一個選舉買票 防撞這種過程當中 那隨著參與式預算的推廣 其實能夠達到很多的賠利的效果 最簡單的 大家政治意識會提高很多 大家對預算的透明度 會了解蠻多的 所以這個賠利的過程很值得 在參與式預算推動過程當中 來被特別提到 那包括財政透明度打擊貪污腐敗 還有特別是這個 什麼叫四種主義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某一個縣市長 他為了讓他的市政 憲政 搞這棟 他就綁了一大票議員 府會關係非常合心 議會不會把他趕出去 不會罵他 那這個反而是最不好的狀況對不對 背後不知道是有什麼樣的案 那如果有參與式預算過程 這樣比較不會做 那最好的結果就是這個 我看還蠻喜歡的 蠻多中環階級的社區覺得 其實我們的社區公共建設 已經算比較足夠了 我們是把一些多的財政資源 用到比較貧困的地區 比較需要的地區 所以它有一個重分配的效果 這個是參與式預算的過程 最後達到的一些目的 那大家覺得參與式預算 在台灣是不是應該努力來展開看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辦這系列的論壇 總共辦了五場 其實我們內部座談 已經辦了好幾次了 然後最後大家覺得 應該辦一些公共的論壇 讓大家來參與 那今天是9月2號 第三場 那第四場還有林國敏老師 那我特別找大學的學長 黃國昭來主持 那最後一場是陳同山老師吐司的 然後我找了以前的南投縣長黃白賢 那黃崇哲 那以前剛登過宜蘭縣的財政處長 那我自己以前在榆林做過財政處長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地方參與的幾年 所以後面這兩場應該會比我最長還進場 而且你們知道他們的口才都非常棒 所以歡迎大家再來參加 那這張圖呢 大概解釋一下全世界 哪些地方做過參與市預算 總共這麼大 這個按照參與的市數啊 推廣的程度啊 它面積就不一樣這樣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東北亞有一些例子 日本韓國 甚至連中國一些地方 政府都有 那更多會最早的起源就是這裡 巴西 漁港的經驗這些 在南面照 蠻多例子的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這個 這邊 這本書 它來講參與市預算講的蠻好的 那參與市預算優點 它其實有幾個優點 這是聯合火的人居屬 因為它很談 在10年08年有時候支出的 它包括你對公共管理的透明度會提高 公共支出的效率會提高 然後 武力市民參與公共決策 公共資金的使用分配 特別是建讀 如果你去參與過一個預算的過程 那這個預算最後怎麼執行 你會大概會有感覺對不對 是你去催生的嘛 你是決定的嘛 那最後這預算要在哪裡 你會去建讀它嘛 而不是像現在的狀況 我們好像是 把這個一照求錢多益 好像是這樣 我們五月繳完稅了 那那個月很憤慨 就是政府 花了這麼多錢都要花到哪裡去 可是到了9月的時候 我們第一把一開始審預算了 我們卻沒辦法參與 那預算是審完了 那預算怎麼執行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上個禮拜的老師 朱澤民老師他就講 一個預算 從執行到最後出一個審計報告 大概要遞進兩年 從籌編預算 每年的 每年開始礦鏈預算 三四月到八月 送預算到立法院 到立法院審完預算 大概這年底了 那第二年 開始執行這個預算 那到執行完 然後呢做決算 決算報告再從審計部 可是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就 後來就不再去追蹤他了 那如果是一個參與的過程 是不是能夠這樣 這個監督啊 機制比較能夠被建立這樣 那第四個滿好的優點就是說 我們增加在這種部門領導者 管理層的問者 問者就是什麼 我課於你政治責任嗎 你諮詢的結果是怎麼樣嗎 那為什麼你創造這麼多的負債嗎 然後我問你 你為什麼創造這麼多負債 那你竟然跟我說 因為債務還有額度 我就用 不用是賞花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我聽過貴果的財政部長講過這個話 他說舉債還有額度不用是賞花 那我們的債務 我們的納稅錢 以後我們要背著債務 就讓他這樣隨便舉債舉掛了 那我們還真的是賞花耶 那包括資訊共通的管道可以去強化 住跟社會之間互信團結 包圍社區基準 包圍社區基準這個就很有趣 如果你們參與過自己 包括你住的社區啊 或是大樓的管理委會 你們發現管理委會其實就一直在做參與預算的過程 包括區分所有的會議啊 或是一些大樓的管理委會啊 他們都在決定大樓要做什麼 講一個有點奇怪話 但是也蠻有趣的 我有一天回家 我問我請問說 我們樓上那個雞蛋花開得好漂亮 他說是啊 可是那個 管理委會已經決定把那個雞蛋花移走了 我們要改種雲花 我說櫻花漂亮是漂亮啊 可是只有 那個 冬天到春天的時候會開一點花嗎 那平常 雞蛋花很漂亮啊 你這樣把它產掉不是很可惜嗎 這個就是 沒有 沒有住戶參與的過程嗎 那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警惠就很好心 我跟他說 那不然你去到我家陽台好了 他就覺得我是一個愛樹的人 有一天我還沒回家 他跟我說 他已經請調生把那個樹移到我家了 我還真好心對不對 那那個雞蛋花實在太大 我實在砍 砍不動 那我當天準備的盆子又太小 第二天我就去買一個很大的盆子 我的車台站不下 然後那個花藝店的老闆就說 那你地址給我 我幫你送去 然後我就去買我的工作 第二天回家呢 那警惠不知道怎麼 爬到我家的那個陽台 他已經把花撞好了 然後我家陽台就多了一個很大的雞蛋花 這不是我決定的 但是呢 我都才有參與一點點 所以如果有一個參與區域的過程不是很好 不過恐怕 大家會不會決定那個樹不要這樣移走 你不要為了一棵更漂亮的樹 然後砍掉一棵樹 不要為了種一棵樹 還要砍另外三棵樹來做它的支架有沒有 是不是常看到這種狀況 那包括社會聯繹 包括公權利益跟市民的對話 這個對深化民主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台灣未來要走的路大概就是 怎麼樣想辦法去深化民主 要不然大家看到這個香港 香港現在已經議事都起來了 他們在爭埔選 就很像當年我們要求 中共直選的狀況 那台灣怎麼繼續走在花人前面 就是想辦法讓民主更深化 那參與區域算是一條可以走的路 那其他還有一些不錯的優點 這個是整理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就好 那它的基本原則這個很重要 第一個要透明公開 第二個要平等 包括效率、效果、公正、慶正 然後要互相尊重 最後要共同管理這個公共資源 這個幾個基本原則 有點是Cherry Hook 如果你的預算 雖然有一個參與過程 可是不夠透明公開 或是說大家不夠公正、不夠平等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結果 為什麼 有可能是有閒人說的算 對不對 或是官大、學文大、議員說的算 對不對 市長說的算 對不對 這好像都不是我們去強調的 參與區域算的行程 那參與區域算條件 第一個很重要 市長支持 公民團體的投入 市長跟這些政府的決定 是不是明確有政治意願說 我願意讓參與區域算來推動 這個會影響整個PB 整個參與區域算推動 持續行動的力氣 我們剛剛還沒開始就在聊 未來參與區域算應該怎麼走 我覺得辦了幾場論壇 那如果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我們是不是應該等市長選舉 縣長選舉都只來落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地方 去壓力預算來使用 因為台北市有的 因為可以參與預算 參與區域算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社區 找個點 然後我們就來推動 參與區域算怎麼在這當中去落實 那這個部分 最簡單的就是說 首長絕對要支持 首長如果不支持 那個公部門的預算 那就是按照預算法的被點 我是送議會審議我就過了 那你憑什麼 要我給你任何預算去做參與區域 參與區域算的過程 首長不支持 大概就會很難推動 那第一個就是公民團體的投入 這個公民團體不一定是指 既有的公民團體 我們也可以組一個 參與區域算的公民團體 然後到各個地方去推 但是我們就是一個 推動參與區域算的團體 如果有這個決心 那有這個興趣 大家過完點 大家等 過完點 然後等新的縣市場糾正的時候 大陸有機會來推動 台灣就有機會 推動參與區域算 第三個就是明確的規則 這個規則 或許每年都可以調整 每年都可以去打 邊邊走邊做 但是呢 每一次的規則都要明確 參與者的權利跟責任 那我們大概多少精神去投入 那實施的步驟是怎樣 流程是怎樣 各個城市不同地區之間 支援分配怎樣 那是不是有個參與市委員會 或者是說 就是直接 直接大家去參與呢 那這個規則呢 不是單方制定 是大家討論之後 去制定出來的 有這個規則 然後最後大家互相去說服 互相去溝通 互相去交換意見 然後最後做一個投票的動作 決定哪些案子 我們要支持他 所以這個明確規則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第四個就是能力的培養 我們要對預算 能夠更看得懂他 對預算怎麼去執行 要更看得懂他 甚至我們也要知道說 哪些預算是可以拿來做參與市的 某些是法定的可能就不行 那更深入的說 更深入的說 其實 以台灣的民主程度來講 要推到 要去培養這個神力預算能力 老實說是不難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以前大家都說 台灣不能實施公平投票 因為一推到公平投票 很大會亂 可能會發生戰爭 中國會大來 你們有聽過這種說法嗎 有 有 代表你們有一點點仔細的 因為現在沒有人敢這樣說了對不對 因為常常就在公平投票 但以前我真的聽到人家這樣講 說台灣實施公平投票 會踩到中國的紅線 中國會高的 會踩到美國的紅線 美國不會支持我們 台灣的人民有數值不夠 公平投票會怎樣怎樣怎樣 就講一對 好像講得跟什麼魔鬼沒兩樣這樣 那參與式預算也是這樣嘛 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真的去推動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那你去推動參與式預算 會排泄到一些既有的利益 那你可能會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又會有這種說法對不對 那其實以我們 現在國民的教育程度知識水準 這個預算的培養主義是很困難 只是多一些技術性的 包括預算什麼 或預算什麼 或預算什麼 編跌量的 還是有知識而已 事實上還是困難的 然後包括資訊傳播 那資訊傳播就更容易了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在這裡講 參與式預算 然後立刻現場直播出去 那以大家參與學運的過程 這個資訊傳播 老實講是現在最成熟最成熟的技術的方式 那包括一些標準化的分析 我們要怎麼去建立標準化的分析 我想剛剛那個主事人開場的時候講過嘛 與記憶不一 在做這些預算的視覺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要做這些標準化的分析 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只是大家需要花人力 然後大家跟工具做人 好 那參與式一般成功的條件 我把歸納 第一個當然是請問求他支持 那立馬部門 包括議會這些要包容 要不夠忍受 為什麼 我後面會講 其實我們現在預算很多狀況是這樣 特別在地方政府 常常是一個預算收到議會去審議 那議員會說好 我讓你預算過 那你要給我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去推薦預算 我們就去排擠掉他們的主 本來可以上下其手的中間 這個部分要用強烈的名義 來讓這些立馬部門不得不支持 簡單講是這樣 那財政資源要有一定的彈性 什麼意思 如果所有的預算都是法定的義務支出 那每年都必須這樣變 那可能這個預算就沒有彈性了 那如果是預算的透明度不夠 我們也不知道 哪些預算是可以做參與式的預算 那要靠傳播媒體 來把這個頂電推廣出去 然後讓民眾來參與 那我們要選擇一個實施犯 太大太小能夠不適合 如果說這個台北市的預算 讓你參與 我想這個也太大了 對不對 可能我們可以對一個重大的公共建設 表示意見嗎 譬如說中校東部的那個 那個公設專業道很不好用 我們絕對你來參與 可以表示意見 可是整個台北市那麼龐大的預算 我們要怎麼去決定 恐怕有點難度了 所以這個順選範圍也是很重要的 那它有一些成功的要件 時間的關係我想我就不多說 因為在政府部門有一些 大家要支持的 然後在公民方面有一些要支持的 這個可能其他講者會講到 那參與市預算的程序 我想講一講 大家會覺得更具象就了解 你看喔 這個參與市的程序 其實是這樣走 走到哪裡呢 我們一個一個看 第一個3月到4月 要準備一些meeting 準備一些會議 大家來談參與市的預算 那4月5月會有一些地區性的 一些聚會 然後5月6月7月會有一些地區性的聚會 繼續討論這些事情 然後到7月 會有一個全市的會議 那到7月到9月之間 會有了解這個預算結構 還有一些預算需求的一個過程 然後到8月9月我們就去投票 對這個預算結構做一些投票 然後到10月到12月之間 那會有一些service plan 到底要提供哪些服務官等等 會不會加起來 那11月12月會有一些討論 12月到1月最後還會有辯論啊 或是一些諮詢會議 最後才是去投票 決定哪些計劃要做 那這個2月就有繼續一些過程 再做這樣 這個蠻有趣的喔 在進入這個之前喔 我弄一個有一個不錯的網站 他有看影片短短的大概3分鐘 給大家看一下 不透明是會議論如何 會議論的話 小觀眾的簡直是會議論 我會議論文 因為你會自行頒進入的 不公平會議論文 實際的經理論文 會議論文 也會議論文 可以請你 我大家好 好 在旁邊,你會看他們 在旁邊會議論文 對畫面 人們會看 真的不思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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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只能比较好,所以我认为这只能比较好, 我认为这只能比较好。